就是这个苏埃莫公叻 刚我们读过很多词 苏埃莫公还是 他们都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他们的冷帮和苏埃那边 都是有很多 或是本门打扮 所以他们的土地很 所以就很适合拿来 种到米 所以这个你也是可以写一样的 我画两个等约就是一样的意思 你可以跟着我一样 最后一个稻稿 沿海地带 缅甸的沿海地带 就是他们的半带 他们的海边 叫什么名 有什么海边 OK 它的沿海地带 是在 拉乌安达曼 还记得吗 那个图画 拉乌安达曼 等一下 对 我开个地图一下 哎 那个老物安达曼去哪里哦 OK 没有关系 OK 这是缅吗 OK 这是缅甸 OK 缅甸 缅甸啊 OK 它旁边这里的那片海洋 我们叫 拉乌安达曼 OK 拉乌安达曼 大那定义 Briangle What 这是什么高原 Briangle 懂咧 看一下 你这种高原的 Mathieu 第一次听的名字 在Indonesia 在印尼的 Briangle 它的名字叫 什么 巴拉 巴拉 亚安 也是叫 Briangle 在印尼的 Indonesia OK 讲回该那个 那个 我们讲到缅甸的 就是在这里 这一边 OK 因为缅甸在这边 OK 所以这个海 就是 叫 拉乌安达曼 刚才在那里 看到那个 拉乌安达曼 不见了 OK 没有关系 我们来写 我们先写 这个 等一下 等一下 下个给你讲啊 给来写下这个 缅甸的那个 它是位于哪里的 写下去啊 請看 在里面 要 在北 然后我们写下的 有什么特征 一样 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有什么 有很多的大石头 然后还有 还记得 是什么吗 海湾 海湾 就是我们的 这样 然后这两边是 这里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 有海湾的 还有 有 有很多的 小的岛在那边,在那里沿海地带那里啊 ok,然后到越南,ok,越南有一个海岸呢,它是比较 出名的,ok,比较出名的沿海地区,它是属于旅游圣地的,ok,那个 那个名字叫,我不会读它名了,Natrang 应该是读Natrang 越南字 Natrang OK,Pantai Natrang,这是它的名字啊,Natrang OK,它算是一个Kawasan Pantai Natrang 就是算是一个旅游圣地,就是人家去那边玩哦,多数都会去这个 Natrang 海岸去玩的,ok,Kawasan Pantai Natrang 我要被这个... 气死了 它算是一个,在越南出名的旅游圣地啊,Kawasan Pantai Natrang 就是说... 在越南出名的旅游圣地啊,Natrang 是一个也有点 好像是一个人 的旅游圣地呢 是一个安排的旅游圣地 就是一切的旅游圣地 那些人买充地 就是一切的旅游圣地 就是一切的旅游圣地 是一切来座场 能以后也会找到说 是一切的旅游圣地 是一切的旅游圣地 所以是一切的旅游圣地 我刚刚要没有别人 我不能没有到自己 就是它那个海岸 那种海岸比较特别的特点 它是一个高尚布朗中 然后它有3000个布朗 在那个 Terlok Tonkin 在 Terlok Tonkin 可以 它的捕捕 可是就那种小小的岛 不是好像我们那种捕捕丢吗 我们也可以在那边住 在那边玩很大个的 它是那种小小个的岛 好像如果你看过那种 卡顿啊 那种小小的岛样子吧 可以小小个的啊 写了吗 好了啊 ok 了啊 ok 好了我们看objective那边 你还没有好人要告诉我 ok 来你们来做下这个objective这边 ok 来做下objective一到十 不要罗犯在哪里 我现在找给你啊 哎呦我又不是地理学家了 你google你就找到了 不要罗犯还是路犯 路犯是 你是在indonesia呢 还是在indonesia的一个岛哦 不老路犯 是在菲律宾 菲律宾啊菲律宾 你讲的那个不老路犯是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啊 ok 来啊做啊一到十 对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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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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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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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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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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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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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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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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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 9 10 9 9 这个是缅甸的 可以刚刚下面我们写到 阿拉干油吗 它是缅甸的 然后它是母的的吗 是年轻的 OK 虽然它是母的 可是它很少发生地震 那些的啦 所以这是母的 然后这个比老道是泰国的 也是母的的 然后这个巴里山也是母的的 所以是 OK 这个是老三脉啊 是越南那个 OK 好 第三题 它问东南亚 东南亚的平原 OK 为什么很适合种稻米 这个很简单 OK 为什么很适合种稻米 讲过了 种稻米就是适合种在 OK 因为我们的第六阔 然后又有很肥沃的泥土 所以很适合种稻米 所以是C OK C OK 来 再来第四题 它问你东南亚 哪一个国家是 没有沿海地带的 就是没有一个海岸 没有一个海边的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 哪一个啊 他被越南泰国还有那个缅甸包围着了 所以他根本都没有碰到海啊 所以是A 好第五题 这个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形来的 你看那个名字 你可以猜一下 其实哈龙 这种 很就是好像中文中文这样 可是又那个spelling很奇怪的 所以是 记得是Vietnam的 尤其是这个哈龙 这个哈龙是刚刚我们写的那个什么 Natrang Pantai那边 其中一个最出名的海湾 叫德洛哈龙 你记得啊 所以是Vietnam 这两个地方是属于越南的 OK 好来看第六题 OK第六题他问 这两个地方是属于哪一个地形的 他们是位于哪里 Delta 我们知道Delta是什么 三角洲 它是在河的尾巴那边的 对不对 已经要去向大海了 在河的尾巴那边 所以是Hilio Sungai 呼噜是头 Hilio是尾 上游 下游 所以是A Hilio Sungai OK好 来到第七题 他问你哪一个河有这个特点 他是Basa Apong No Banya Klong OK Klong哦 Klong是在 就是他们泰国人叫的 Klong Klong就是那个河道 知道吗 他的河 然后旁边这边有屋子啊 就是有屋子啊 有那种桥啊 这样子 就是给人走那种板桥 这样子 然后中间是河来的 然后就有很多人 船在这边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河道 那个我们叫Klong OK Klong啊 Klong 所以有Basa Apong 又有Klong的话就是 很明显啊 这个咯 Sungai Chao Praya OK Donggi 泰国的这个很出名的河啦 Sungai Chao Praya 好 然后到第八题 他问你哪一个是 Asiah Tenggara 最长的河 得班 这样比Asiah Tenggara 哪一个 Sungai Sungai Mkong OK Sungai Mkong OK 她从 中国那边 流流流流 然后经过越南 经过缅甸 那些 OK Sungai Mkong OK 好 第九题 哪一个 哪一个 Dasa Tenggara Sup 对于Kemboja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啊 首先这个我们没有看过的就先打擦掉啦 OK 打擦 OK 这边他问你哦 Apa Kepentangan Tase Torrensap Kemboja 其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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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是不是问错了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他应该是 他应该要问Bukkan啊 你加一个Bukkan啦 OK 其实 其实A C和Donkey都是对的 除了Boi是错的 OK 他没有拿来Mengjana Ternaga Electric 所以你加一个Bukkan啊 Bukkan Kepentangan 因为Tonesap他们也是有拿来灌溉稻米 也是有提供Sumber Protein 然后也是有给当地居民拿来用的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 有问错了是Bukkan 你加一个Bukkan上去啦 OK 第九题加一个Bukkan啊 因为他A C Donkey都是Kepentangan 哪里出了Boi la 好 第十题他问你 这个Danao Toba是在哪里啊 在印尼 我们首先知道他一定是印尼的 对不对 那个火山湖啊 OK 是在印尼的 所以是在Bi和Donkey这两个罢了 OK 所以他是在 Boi OK Boi这个位置啊 Boi这边 可以吗 可以吗 签一下那个答案啊 来 查一下你们答案 第九题改一下啊 加一个Bukkan上去 他应该是 SAS写少了一个Bukkan 你还是问错问题咯 OK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下一课一下 下一课 太久了 OK 下个星期我们会进入这个十一课 OK 这个十一课啊 十一课是讲着 Bandudu dan Patan patan di Asyatangara 就是东南亚的居民 跟他们住 就是他们的人口密集度啊 多少个人啊 有什么影响他们的人口密集度啊 这样子咯 跟上次我们美学差不多一样的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一点点啊 可以快点吗 You know OK 看11.1 OK 11.1 OK Taburan patnikatu di Asyatangara Ok 东南亚居民 Taburan Taburan は分布的意思 OK 分布 分布 散布 这样子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住在 在我们美国 有些人都住在 Serain 有些人住在KL 有些人住在比内 有些人住在伊宝 不同人有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这里还讲什么 他们是根据地区 不一样的人口分布 可能有些地方很多人住在那边 有些地方很少人住 有些地方就还好 不会讲很多也不会讲很少 都是有它的园影的 下面这个图画 这个地图就是给你看 人口密集度 红色的就是巴达 你看黑色的点就是伊布尔格拉的 意思就是人家的首都 国家的首都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首都就是KL 这里也是菲律宾 菲律宾的首都就是叫马尼拉 通常那些红红的点 都是在 什么红红的点 通常那个红色的地区 红色就是巴达的意思 就是很多人居住的 人口非常密集 很多人好像我们的KL 这样子的 都是在黑色的点那边的 都是在首都那边的 看到吗 新加坡没有首都 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一个 因为很小罢了 就没有分什么州属 就是新加坡而已 然后加加达 这是印尼的加加达 看通常那些很多人住的地方都是他那些首都来的 看到没有 OK 少数啊 像这种拉沃沙 他们没有讲人口密集是在首都的 很少罢了 OK OK啊 OK 然后 就这样子先啦 我先跟你们讲一点点这一刻先啊 下个星期 如果有printer的话 最好是printer练习出来 OK 没有的话你就 开在你的电脑 或者是电话里面咯 有办法啦 OK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 记得教你们的东西给我看 OK 就是拍 你写了什么给我看罢了就可以了 OK啊 现在一起我们进入这一刻啊 给你们可以去休息啊 就点20分 记得去上科学啊 拜拜 没有什么 练习啊 我经认了 就要 喜欢 误定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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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